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iPad's Tag 那上次M2 Air的视频发布之后呢 我看评论区还是有蛮多人在讨论在MacOS系统下软件的问题 那刚好借这个机会 我今天就推荐在M2 Air上必装的五款App 当然这些App在其他的Mac上也都是非常好用的 OK 我们直接开始 第一款App叫做Bartender 4 我在Air的评测视频也讲到了 M2 Air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 它菜单狼的图标会隐藏到这个刘海里 这真的是非常影响使用的效率 那Bartender 4的存在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屏幕状态 现在是Bartender打开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得到像微信啊 还有一些其他App 他们菜单狼的小图标都被Bartender收藏到了下面一栏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没有Bartender会是什么效果呢 我这边退出Bartender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了吗 它只能显示一个我打开了这个App 像微信还有刚刚我们看到其他的那个App 它的图标就完全无法显示 这就非常让人当疼了对吧 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一样使用这种带刘海的Mac 那这个Bartender可以说是必备的 而且据我所知 它目前也是市面上最好的解决方案 OK 我们马上把它再启动看一下 看到吗 它所有的图标就回来了对吧 虽然Bartender的价格要16美金 但是这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还是非常值得的 而且你在官网下载的话 它还有四个星期的试用时间 如果你有不满意的话你就可以不用继续购买 我觉得还是非常厚道的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试用期 这还是非常少见的 所以看来开发者对他们的这个App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当然了你也可以在具有正版授权的第三方去购买 价格的话会稍微便宜一些 那关于Bartender怎么设置呢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相信大家下载之后不需要花多少时间都会上手 那这时候可能有人要问 我就是个免费仔 我不想花钱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说行也不行吧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完全免费的App 叫做HiddenBar 你可以免费在官方的App Store下载 它的功能和Butter的类似 它可以去帮你归纳菜单栏上的这些小图标 特别是当你有很多小图标的时候 不过呢它对刘海评还是无解的 所以如果你的Mac没有刘海 或是你的刘海Mac 长期都是外接显示器使用 那这个HiddenBar完全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而且它用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在没有M2的Air之前 一直都是用HiddenBar OK下一个软件 可能有些朋友刚刚已经注意到了 我这边右上角的这些小图标 可以显示网速 还有CPU的占有率 包括温度 点开来可以看到温度 包括我的硬盘空间的剩余量 借注意这个叫Status的软件 我们可以让相关的电脑信息 实时显示 好消息是 这个软件完全是免费开源的 大家可以在GitHub上去找到它的主页 去进行免费的下载 其实它可以显示的信息 还有非常多 不只是刚刚那些 我可以稍微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有分成CPU GPU RAM Disk Sensor 还有Network Battery 还有Bluetooth 蓝牙这些部分 像我自己比较在意的 就是CPU这个时 第二个就是Disk 就是说硬行的这个容量 第三个就是Network 网络的部分 其他像GPU RAM 风扇 还有包括电池 蓝牙这些信息 它都可以显示的 但是我自己不是非常在意这些 所以的话一般我只需要 这三个就OK了 那第三个软件呢 是我自己用了非常非常多年的一个软件 差不多就是我使用Mac以来 就一直在用的软件 这个软件功能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有两个Safari窗口 如果我现在要快速实现 一半在左边 另外一半在右边 要怎么实现呢 我只要两个快捷键就搞定了 一下 两下 搞定 那如果我想让它们放到 左下角和右下角 同样通过两个快捷键就搞定 左下角 右下角 所以它是一个极大的 可以提高你窗口摆放效率的软件 这个软件叫做 Window Tidy 它的售价是5美金 大概30多块钱人民币 而且它已经5年没有更新了 但是相信我 绝对是超值 大家可以看到到 我这边已经设置了很多不同页面的大小 还有对应的快捷键 像第一个 左边的一半 那我设置的快捷键是 Common加1 每次我在任意的窗口上 点Common加1的时候 它就会变到最左边 左半边 不管是Safari Chrome 还是微信 还其他的软件 你这个时候按Common加1的话 它就会变成左边的一半 当然还有很常用的位置 像屏幕右边的一半 还有屏幕居中 包括左下角 右下角等等 你自己都可以去设置 你设置好了之后 你只要通过快捷键 你就可以快速去调整你窗口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窗口为例 比如说我想让它全屏就全屏 左下角就左下角 右下角就右下角 左边 右边 中间 对吧 非常的快速和高效 而且刚刚更新的Ventura系统正式版 它有一个功能叫State Manager 那结合这个App 可以让你窗口大小的控制 更加的精确 我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打开 它的State Manager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全屏 那你这个时候有个问题 你最左边的State Manager的 这个界面会消失 因为你已经全屏了 所以把它这个挡住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手动往右边拉一点 那它这个就会回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下面叠放的是App Store这个 可是手动调整还是非常麻烦的 你每次去调整 为了它不遮挡的话 它是有个零介质 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多一点少一点 它就会不一样 比如说到这边 它刚好就是它能调到最大的极限了 比如说这个时候窗口就最大 就是这样了 你再调的话 最左边的这个快速切换 然后就会消失了 那接触刚刚Windows Tidy这个软件 你就可以快速去捕捉它现在的位置 然后设置一个快捷键 那这样只要一个快捷键 你就可以把当前的页面给最大化 但是你同时也不会遮挡 你最左边这个State Manager的显示 我们以下这个Safari页面为例 这时候你只要点击Windows Tidy 然后这边有一个 Create Layout from Active Window 那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个你当前活动状态下的这个摆放位置 我们点击看一下会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已经直接生成了现在这个最大的这个页面的位置 那上面有一点就是刘海人那个地方 那下面就是Dock栏 那左边就是State Manager的位置 那我们给它自定一个快捷键 比如说Command Option加8 保存 假如我们随意调整它 然后我们试一下行不行 Command Option加8 结果是不行 它直接打开我路由器的网页了 那这个时候就说明这个快捷键有冲突 所以的话我们应该要重新设置一个 这页面大小是没有问题 那只是快捷键的问题 那我们设置一个Command加i吧 这总没有问题了吧 那这时候我只要按住我刚刚设置的快捷键 Command Option加i 它现在就直接回到最大了 而且也不会影响旁边这个State Manager 其他的窗口 所以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摆放喜好 来设置相应的快捷键 这将会大大的提高你窗口调度的效率 那接下来一个软件也是开源免费的软件 叫做AppCleaner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界面是非常简单 它的功能就是可以让你去卸载你不要的App 也许有些人会说 在Mac上卸载App不是很简单吗 我只需要把要卸载的App 直接拖到废纸楼就OK了 像这样 它就已经卸载了 是的没错 但是这种的卸载方式 是无法将这个App彻底的卸载干净 比如说我同样要卸载火壶 但是我用AppCleaner去卸载 那一样的我们把火壶给拽过去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可以显示这个应用占用的大小 而且和这个App相关的文件 还有文件夹 它都会显示出来 而且可以一同卸载 这时候你只要点击Remove 它就会跑到我们的垃圾桶了 这个时候你点垃圾桶 你就看得到 你看除了刚刚这个火壶的这个储程序 还有跟它有关的文件夹 还有文件都会一起卸载 所以这个卸载是更加干净的 当然在这个朴素的界面上 你点击右上方的小图标 它相关的这个大小 还有相关的程序文件 不过大家要注意 有些正在运行的软件 是没法卸载的 比如说这个Alfred3 包括这个Bartender4 他们现在都是在运行的状态 所以只有当你退出了之后 你才能用这个AppCleaner去卸载 OK那最后个软件 同样是开源免费的软件 因为在评论区 还是看到很多关于在Mac系统下 如何打开Word Excel 还有PPT这些文件 那今天就把这个免费 开源的LibriOffice 介绍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 除了支持英特帮版的Mac 它也原生支持Apple Silicon的Mac 包括还有Linux Windows都是支持的 你下载之后呢 打开来是这个样子 像这个WriterDocuments 就是对应的Word 然后这个Calc 就是对应的Excel 包括这个Impress Presentation 就是PPT 那其他的就是一些 其他工具了 我基本上是用不到 那我自己最常用的 还是这个Calc 就是对应Excel 因为我在我工作上 别人传过来的文件 还是蛮多就是Excel的 所以的话 我需要用到这个东西 当然苹果系统也自带免费的三件套 就是Numbers Pages 还有Keynote 也是对应这个Excel 还有PPT 还有包括Word 但是兼容器上 还是没有LibriOffice好 特别是当你要编辑 还有保存Excel数据的时候 还是LibriOffice的兼容器 来的会好一些 所以和我一样 不想花钱去订阅 微软Office的朋友 LibriOffice 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而且大家不用当心语言的问题 因为它是有中文版的 只是我个人的习惯 把它设置成英文版 它是完全支持简体中文 和繁体中文的 所以大家请放心 当然了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也可以尝试谷歌家的产品 那它的Docs Sheets 还有Slides 也是对应的这个三大件 也都是非常好用 OK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如果你也知道一些 好玩好用的App 那可以在评论区一起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订阅 这将给我更多的动力 去准备下一期的App分享 这里是APEX Tag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